你好,欢迎来到凯奇国相在线,我是凯奇 在这一期的视频当中,我们将会一起来分析一盘非常有意思的对局 那么这盘对局是2020年Netflix最新推出的美剧《后裔器兵》Chris Gambit当中的一盘非常重要的对局 那么对决的双方是剧中的主人公女棋手贝茨和剧中的世界冠军苏联棋手波格夫 那么这盘对局下得非常的精彩 而且前36步是有原型的 那么这个对局的原型取自于1993年瓦西里伊万秋克和美国特级大师Patrick Wolfe的一盘对局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一看这盘对局是怎么走的 那么白棋剧中的女主人公佩茨走了冰到第四 那么黑棋第五,白棋C4 那么现在就形成了国际象棋开局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变化 叫做Queen's Gambit 那恰好这部剧也是叫做Queen's Gambit《后裔器兵》 那么有趣的是这个开局在这个剧中就出现过一次 也就是这一盘棋当中 那么恰恰是最后的一盘非常重要的比赛 那么贝茨这个剧中的女主人公就选择了Queen's Gambit《后裔器兵》的变化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局怎么下的 DC白棋E4 黑棋马C6,白棋向到E3,黑棋马F6,白棋马C3,黑棋兵到E5,白棋D5,黑棋马到E7,白棋向吃C4,黑棋马到G6,白棋兵到F3 那么走起F3之后可以阻止对方马G4 那么对局当中向到D6,白棋后到D2,黑棋向到D7,白棋马G12,黑棋A6,白棋向B3 那么预防性思维,那么先退一步向 对局当中B5,白棋A4破坏对方的兵型 短一位,短一位 那么黑棋后到E7,连接双车 白棋车E4,占据开放线 黑棋马到H5 那么开始要在这个王毅上给白棋制造一些麻烦 白棋走了G3,限制对方的H5马 对局当中H6,向到C2 那么白棋退向,准备把向放到D3去 继续对这个B5兵施加压力 对局当中GAB8 那么白棋AB,然后车到A1,重新的回归A线 对局当中车A8,争夺A线 白棋向到D3,那么威胁对方的B5兵 黑棋向到B5 白棋车A8,车吃A8,后到C2 那么离开这条斜线上的牵制 黑棋向C5,来跟白棋去对调黑格向 那么白棋马D1 那么保持住对自己的E3向的保护 如果黑棋要是对调黑格向的话 那么白棋可以让自己的马跳到E3去 并且可以阻止黑棋后到C5 所以马到D1,对局当中黑棋向到D6 那么又把自己的向撤了回去 那么白棋马到F2 黑棋马到F4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激烈 黑棋把马跳到F4去 在F4个弃子想要打开白棋的王城 然后来进攻白棋的王 对局当中白棋走了车到C1 并没有接受这匹马 如果要是GF吃掉 那么在EF向D4之后 黑棋会走马到H4 那么白棋的王会有一些麻烦 因为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黑棋马上就要马到F3 将军或者还有后G5 后G2杀王的威胁 如果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要是走王H1先躲开的话 那么对方在马F3之后 接下来马上就会有这种后H4 然后来进攻H2的威胁 所以对局当中 白棋走了车到C1 黑棋后到G5 白棋王H1 黑棋后H5攻击F3兵 白棋马G1回来守住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棋还是不能够吃掉这个F4马 因为如果在GF之后 后吃F3王到G1 那么黑棋会走马到H4 准备后G2将杀对方的王 在王F1后G2 王E1马F3王D1后F1之后 那就会有一个连将杀王的机会 所以在后H5走完之后 这个剧中的女主人公贝茨 走了马到G1 防守住自己的F3兵 对局马到D3 马吃D3 马吃D3 黑棋F5 白棋马到C5 在后翼上制造一些反击 黑棋向到C8 白棋车到F1 加固自己的F3兵 并且为即将到来的打开的F线 提前做一些准备 马到E7 后到D3 对局当中F1 F1 后到G6 白棋 王到G2 那么先让自己的王走到好的位置上 避免对方向到H3 这样的话 那么白棋就可以把自己的马活出去了 王G2 黑棋呢 王H7 白棋 马到F3 黑棋 马到G8 白棋 马到H4 黑棋 后到G4 白棋 马F5 我们会看到在王G2之后 白棋呢 把自己的马跳到了F5更好的位置上 黑棋 马F6 白棋 H3 那么在这个剧中啊 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双方呢 就进行了这个封棋了 那么这个波格夫呢 提出了封棋 并且呢 他的封招是后到G6 他把这部棋 写在了一张纸上 放进了信封里 交给了裁判 那么当天的这盘对局就结束了 那么双方棋手呢 就可以自己在这个回到家里去研究这个局面 那么 但是当时啊 这个1960年代还是有这个规则的 但是现代呢 由于计算机的介入 这个规则呢 已经被取消了 那么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剧中当中的这个招法是怎么走的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波格夫 封棋 后G6 第二天 两个人回到赛场 继续的对弈 那么黑棋呢 走了这部后G6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佩茨呢 走了马到一六 这部封招 这部招法 那么就是这个佩茨 在这个封招继续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招法 那么这个实际上前面我们提到过啊 这盘棋真实发生在 1993年是有一个原型的 这盘对局是1993年的 伊万秋克和这个Patrick的一盘对局 在那一盘对局当中呢 伊万秋克呢 是走了G4啊 但是效果并不特别 效果并不好 最后那盘棋呢 是以合棋告终了啊 那么这个剧中的这个主人公啊 那么贝茨走了马到一六 是一个改进啊 非常厉害的一部招法 那么现在呢 有两个威胁 那么准备呢 马吃第六 然后消灭这个第六项之后 准备马到F8去抽掉对方的后啊 另外呢 当然还有对G7的威胁啊 对局当中的波格夫走了GA4啊 也是非常野蛮的一部招法 置自己的G7和第六于不顾 然后呢 开始制造一些反击啊 在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GA4是一部非常厉害的招法啊 那么但是这部招法啊 也是在这个贝茨的这个分析之中啊 那我们继续来看 在GA4走完之后呢 贝茨走了B3 这部棋啊 非常的深奥 也是一部非常好的招法啊 逼迫黑棋 车吃一四啊 为什么要逼对方吃这个兵呢 我们一会就知道了 先看一个变化 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如果我们要是先走马第六 消灭这个第六 准备马F8抽僵的话 那么黑棋呢 也会走向施翼六啊 那么在D1CD之后啊 如果你再走一七的话 这个兵呢 虽然非常接近身变格 但是并不能够生变 因为黑棋有两个棋子 正好防守着这个身变格 那么现在的话 黑棋就可以简单的退马到G8 想要吃死白棋的这个一七兵了啊 那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就可以抓死这个一七兵 白棋呢 并没有任何的优势啊 所以在对局当中 GA4走完之后 这个贝茨的招法啊 就非常的厉害 B3逼对方车一四啊 那么在车一四之后 对局当中 再走马到D6啊 那么黑棋只能向到E6 要不我们下部马F8抽后了 再向E6 这个D1CD之后 再走一七 那就非常的厉害了 因为车在一四的话 反而现在他不能够走马到G8了 因为如果你马G8的话 那么白棋呢 简单的一八变后 在后吃一八 后吃一四之后 白棋就可以多吃对方的一个车了 所以这部B3啊 就是这个黑茨的一个 这个研究啊 那么非常厉害的一部招法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可能也会好奇 为什么不吃这个G7兵啊 因为吃掉G7兵的话 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好处 比如说要是马吃G7的话 那么黑棋呢 还可以马吃一四 这个局面还是非常复杂的啊 那么对局当中 回到贝茨的招法 他走了兵到B3啊 攻击对方的A4车 那么对局当中呢 黑棋还是走了车一四 然后马D6 向E6 D1 CD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但是在一七走完之后啊 这个波哥夫 不愧是剧中的这个世界冠军啊 那么在这的时候呢 他思考了很久 走了这个兵到第五啊 那么这部棋呢 就脱离了贝茨的这个 提前的这个准备啊 那么在第五走完之后 剧中啊 非常有魔幻色彩的一幕就发生了啊 那么贝茨呢 此时这个眼睛放空啊 看向远方的天花板 然后同时呢 这个在远处的天花板当中啊 又这个具象出了非常巨大的棋子啊 那么就是这个贝茨看着天花板 然后脑子当中在思考着当前的局面 然后上面这个巨型的棋子 在天花板上不同的移动 其他人都感觉啊 佩茨在看什么 都都往天花板上那看 但是结果一无所获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我们来看看 贝茨在这个计算了很久之后啊 找到了非常有利的这个招法 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然后试着替这个贝茨来走一走 在这个局面当中 如果你是白棋 你要继续怎么下 好 你想好了吗 在剧中的招法 白棋走了 向到C5 好棋 保护好自己的一棋兵 然后同时呢 准备B4 让自己的这个子力全都连接起来啊 那么黑棋 伯格夫走了 后到E8 那么贝茨呢 走了后到F3 黑棋 后到C6 白棋B4 保护住自己的这个C5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这个伯格夫走了后到E8 并且呢 他立刻就向贝茨提合了啊 那么现在的话 贝茨呢 面对着世界冠军的提合啊 那他究竟要不要同意 要不要接受啊 在剧中的时候 正好还有这个解说员啊 然后再解说说啊 贝茨已经之前输给了这个伯格夫两次 那么这是他这个第三次跟伯格夫交手 跟世界冠军交手 那么世界冠军 跟这个贝茨提合 如果他要是合了的话 那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啊 那么这个贝茨在思考了很久之后啊 那么果断的说 No 因为他发现了非常好的迎骑招法 那么现在你可以暂停一下视频 试着来想一想 如果你是贝茨的话 你是剧中的这个主人公啊 那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要走什么呢 好 你想好了吗 在对局当中 后F5将军好骑啊 那么 迫使对方的王 走到底线去 那么王到H8 然后在这个局面当中 后到F6啊 弃掉自己的后啊 那么贝茨呢 非常精准的一个计算 把对方的王 逼到棋盘底线和他的后啊 在同一个直 横线上 然后再弃后 对局当中 GF 车吃F6 那么现在呢 黑棋虽然多着后 但是白棋的一棋兵非常的厉害 马上就可以准备GF8 然后要在底线上帮助自己的这个兵去生变了 那么对局当中 后到H5 GF8 王继棋 E8变后 那么波格夫 G12将军啊 那如果你要是后12将军的话 白棋其实也很简单 简单的像F2一垫后 那么就没有长江了 对局当中 车到E2 王到F1 那么后吃H3 王吃E2 后到G2 G到F2 后到E4 王到D2 那么会看到 黑棋虽然这个后到E4打江了 但是白棋的王走到了黑格 并且子力防守住黑格 那么黑棋呢 没办法继续的做有效的将军 所以波格夫 世界冠军也是非常有风度的 这个 像这个剧中的女主人公贝茨 伸手表示这个祝贺 那么这个贝茨就迎向了这盘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盘对局 也完成了自我救赎 那么这盘对局呢 就是非常精彩的 也是在这个整部剧当中 最重要的一盘对局 我觉得是比1993年的原版的对局 要精彩的多 不知道你怎么想 你可以欢迎大家把留言 把你的感想 把你的留言 然后放到留言板上 谢谢大家 我是凯奇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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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